在大理堂內部空間 牆壁上布滿紅色手印 還寫著等你很久等恐怖字句 地上有假名指假手 就連棺材也做得嚇人 但又是什麼力量 引發學生集體失控 裡面很悶 裡面很悶 真的只是有點缺氧狀態 學生會舉辦鬼屋的地點 就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可以看到非常的密閉 而且空氣不流通 也難怪最後會有學生 感覺到呼吸不順 鬼屋佈置了三層樓 29日晚上8點活動結束 12名工作人員陸續出現 頭暈嘔吐 校方說其中五位同學 有的哭有的發抖 情況比較嚴重 因為從9月份開學 學生會就緊鑼密鼓籌辦 太投入加上疲憊 導致學生精神狀況不穩定 精神科醫師解釋當下可能是一種集體歇斯底里 只要有一人出狀況 其他人也會跟著受影響 其實只是恐慌錯覺 令人不解的是 學校醫療知識豐厚 卻沒在第一時間帶學生就醫 學生選擇這樣的一個宗教信仰 讓我們也尊重 校方解釋學生當時表達不用看醫生 只需要休息跟拜拜保新安 才沒求助119 最後是三位師長陪同去宮廟收金 校方坦誠沒帶學生就醫 而是尋求宗教的確不夠科學 願意接受外界批評再做檢討 TVBS新聞吳中勳 多雲傑 台南報導 再次提及過檢討